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在留言打赏 对我们吃房茶老匠香酒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稍稍微码了解一下 这是杨锦铭在澳洲悉尼 给大家读报 读报了时间 法广谈到了白纸运动将近一年 但是中国人群能难贪忧 他谈到了是去年的11月下旬 上海北京成都武汉 和中国其他城市数千人走上街头 抗议清零政策也有人谴责中共的统治 由于中国各地抗议者当时手持白纸 象征着对审查制度的抗议 因为称为白纸抗议 当然也就叫白纸运动 但是呢这是在国际人群的观察组认为 一年以后人群问题还很堪忧 就谈到了白纸运动 很多年轻人沿海城市的年轻人的批评 那么这里面呢回顾了这个当年白纸运动以后 白纸运动一年以后 他说人群的情况堪忧 但是呢政治意义人士的生存状况受到挤压 他提到了孙林在自己家里 被有关方面的人士殴打致死的事 这是南京宝国宝的事 那么这里面的孙林的事 还有等等的事 还有有关为孙林呼唤的一叫吴力宏 听说也是被人家说迫害 人权历史不允许到日本就看望他的病理也再度失联 异议人士朱渝夫被软禁不能到日本啊 等等的事情很多 还有中国人权观察的创始人之一 徐勤案开庭还在往后延恨 他们还是揪住这点不放 就是人权运动的问题 看来呢国际有关方面的对人权组织的关注还比较多 白纸运动是结束三年清明封锁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是呢人权观察的亚洲总监皮尔森说的 那么这里面讲到人权问题 讲到白纸运动问题 可能很多朋友都忘了 我们曾经还有过一次白纸运动 英国BBC呢 谈到了澳大利亚指责中国海军使用生纳脉冲 指责澳方的潜水员受伤 那这个消息现在不大不小 因为我在澳洲不读一点澳洲的新闻也不太合适 那这里面呢 这个国家澳洲的国防部长说 在日本附近的海域的相遇 一艘中国的战舰采取了不安全而不专业的动作 那么澳洲的总理呢 就阿尔巴尼斯说 这个事情后果会损害两国的关系 那么法广也谈到事情 叫做澳洲水平遗受中国舰点生纳击伤 总理遭到质问是否在开APAC峰会 又当众向习近平提出这个事件 没有 没有提 看来这个事呢 也是他们内部也有些争吵 那么关于阿尔巴尼斯的这个说法 那么现在华尔街日报讲了 中国是反驳澳大利亚关于中国军舰 针对澳方潜水员使用生纳的说法 他说这个是无光生有 但是澳洲这个问题 法广说生纳鱼波 澳大利亚婉转的呼吁军队处理专业 那就讲到澳洲的国防人员的这个 有关的安全福祉是坎培拉政府的首要关切 但是呢 西方有所有的国家都能以安全专业的方式运作军队 他没有指什么国家 他是澳洲外长黄英贤这么说的 那么现在双方都有些否认 双方都有些指责 北京敦促坎培拉要尊重事实 路透社说这个事情发生了两国 努力改善关系之际 可能会留下一点小小的影响 好 不谈那个生纳卖冲了 我们来谈谈中国方面的几个消息 华尔街日报说李强担任了中国金融 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主任要求加强监管和防范风险 那么华广谈到了中国总理李强出任金融委主任 评论怎么说 那么这个是呢 中国新年新成立的机构身兼中央金融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 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 以及国务院秘书长胡正龙都参加了会议 那么就是今年三月成立的中共中央金融委员会 和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作委员会 那么作为中国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列入了中央机构的系列 那好了 一个是李强 一个是何立峰 那么他有华尔街日报意思是说 李强的实权 可能在金融这块被何立峰所架空 那么讲了半天 但众所周知 李强何立峰都是习近平的心腹 李强被认为是习家军的浙江帮的代表 何立峰正是福建邦 那么有一个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叫王赫 他说 李强基本上实权会被何立峰架空 中央的金融委的实际决策的中心是习近平 何立峰是办公室主任 具体的事情由何立峰的操办 他可能不听 李强的可能 这是说可能 他直接对习近平负责 他认为这点缘呢 就讲到了这个国务院 李强当总理 我自己说了 国务院是中央的政治机构 政治机关 关键是懂不懂金融 这个答案 有人说懂不懂金融不重要 重要是懂政治 两个确立四个维护 首先呢 哔哩啪啦的深刻领悟 那么就一切听从习近平的指挥 把维护习近平的政治权威 当成国务院的首要任务 所以呢 谁干嘛无所谓 总书记总理各时 其实在国务院里已经落化了 落化了 中国的总理应该跟普京的总理一样 首先毕竟总理普京 绝对服从普京的指挥 普京当然可以随时的任命总理 撤换总理 那就是讲了 我们都知道 李强废了国务院 这个呢 跟李克强时代的国务院 已经有的不太一样 德国之声的谈到了 光归谁 择谁当 中共中央的金融领导机构 两名主任出炉 倒是谁来负责任 谁来承担 两个主任并行 这个外界看不清楚 到底习近平在下一盘 什么样的棋 那么这个事情呢 这个浙江帮啊 铺垫帮 都是外面的套用 都是习帮 都是习家军 那么这里面就讲了 就是说 那哪里是信任李强啊 这浪龙总理背锅 诸如此类 因为中国的金融问题 是很危险 公谁 公归谁 择谁单 有个朋友说 看心情 谁的心情 习总书记的心情 好了 告一段了 来谈谈OpenAI的问题 纽约时报 OpenAI的 公斗事件 到了赢家和输家 那么赢家输家 大家知道了 首先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信息的多变 赢家和输家 输家那是OpenAI 最明显的输家是AI字体 OpenAI 赢家是谁呢 微软 微软呢 一大把的把这些 原来的OpenAI的 全部给他收来 一个人给一千万美金 谁不去 要我都去 是吧 那里面啊 赢家还有包括谁呢 人工智能的未日 末日论者 和有效的利他处义者 输家当然最主要的输家 除了这个OpenAI之外 就是投资者 投了都全光机 泡汤 前景还不是很明朗 因为呢 OpenAI有很多的竞争对手 除了微软之外 当然谷歌 还有这个脸书 那么他们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这意味着 所有的AI人工智能 要跟一个更强大的微软的竞争 所以呢 华尔街日报说 OpenAI前路岌岌可危 员工威胁董事会 不下台就辞职 哗哗了都往微软那边跑 纽约时报也就谈到了 OpenAI人事政策 前CEO奥尔特曼 要加入微软 好了 那么这样的OpenAI的事情 也跟大家做一个归纳 那么还有几条消息 极右翼的新总统 发誓猛要改革 假如是阿根廷 那么阿根廷这个极右翼的 整个过程呢 法广给的结论是 阿根廷进入完全未知的年代 主张全盘自由主义的 极右翼政党候选人 哈维尔米莱 胜出引发了全世界的媒体 包括法国媒体一直的关注 费加罗布的头版社评 就借用了米莱 在竞选中用词的电锯 就凸显了这个新总统发誓 要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这个作者说 虽然他竞选胜利 跟阿根廷濒临深渊的经济 和社会形势相关 选举结果出现了一个 开出猛要处方 但不知道疗效如何的冒险者 打开了道路 包括美元取代笔数 大规模私有化 大政府减减部委政府 大幅降税减税 大幅卸减公共开支 他就把他这个小米来 称之为注射了激素的特朗普 解放报道讲到这个 对电锯的问题 认为他承诺的修客疗法 对经济意味着高风险 阿根廷进入了一个 完全未知的阶段 回声报的介绍 他的修客疗法的时候 认为这个极右翼的 新总统的极端的措施 可能让阿根廷和周边 也就是拉丁美洲的 九亿政府 关系变得很困难 十字架报则凸显了 对阿根廷未来走向的担心 米来的胜利 凸显了随着特朗普主义的 民粹主义的蔓延 结果呢就蔓延了到 溢出了美国意向的拉丁美洲 在欧洲可能会影响 法共的人道报头版 那跟的是这位米来的照片 标题很简单 五个字叫危险的狂人 美国之音 缅甸军政府遭逢挫败 可能牵动中国对缅甸的政策 这是一种关系 缅甸的军政府 在缅甸的统治合法性 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挑战 诸显了北京错估 缅甸的民主抗争的规模 让北京思考 是不是要继续支持军政府 而且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的 一系列的攻击 有可能让军政府 实际的十个月内 遭到瓦解这个估计 估计呢可能有点乐观一点 但会不会牵涉影响到中美关系 对中国对缅甸军政府的政策呢 这个还有待观察 他认为缅甸军政府可能不被中国所支持 但是来说很难说 缅甸对中国来很重要 缅甸有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中原经济走廊 北京想借打通缅甸 直通印度洋的经济和战略政策 说希望缅甸政局的稳定 以切保它的利益不受影响 但是呢 少数民族这次呢 适如破址 缅甸军政府可能呢 有自己的招架不足 那么可能就是会不会影响到 中国在缅甸的经济布局和战略布局呢 这个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亚洲自由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 说中国讲信用吗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有个民调 民调结果说只有9% 可台湾人相信中国是讲信用的 很有意思 不足一层的台湾人认为中国讲信用 绝大多数的民众认为 近几年来来自中国大陆威胁加剧 台海威胁日增 大家可能更相信美国 因为美国拜登都是成为要保卫台湾 可信吗 65%的人认为拜登值得信任 结果呢 这个很要命的一个结果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首先第一点 白纸运动一周年 这是在新冠疫情三年 严格封控接近 国人忍耐极限之后 一次民意的呐喊 客观上推动了当即突然改变 风控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 时隔一年 也大概只有少数国际组织和人选组织 还记得这场白纸运动 给中国当代史带来的震撼 或许他只是一个瞬间 很多国人都已经试图讲他忘切 我们这个善意遗忘的民族 已经是失控见惯 但人 还有人记得 这也是一种瞬间 恢复记忆的意外 第二 中澳关系不止因为两国海军 海上的遭遇 澳洲的海军自称遭受中国海军的 声纳脉冲攻击受伤而再度受挫 即便有些人想炒作 但以中澳关系的大局相比 希望这次也算是茶杯里的风暴吧 第三 李强和何立峰的互动关系 也因为中央金融办 中央金融委 被海外视为是习近平的刻意安排 从体力上来看 李强也只是某个政治机关的执行长 何立峰的政治地位是很难 欲业身为中常委的李强而自行歧视 他们的关系并非当年的李克强和刘和的关系 本质上这两个人都是习近平忠实的执行者 在戏关党国金融体系问题上 也只有习近平能拍板能说得算 德国之声问 公属谁 折谁担 其实不仅看金情 其实答案也很清楚 出了功劳全部归于党国的 大拿 责任当然这两个人要分别去承担 好 第四点 台湾的民调对中国政府的信用度 其实也铁刺出塔西多陷阱的效应 已经扩散到对台政治领域 在这种信任度极近明显下滑之下 很难地寄希望台湾当局 寄希望台湾人民 有主观意气的进展和突破 当失去了多数台湾人民的信任 那么两岸关系该怎么互动 第五 中缅关系和缅甸政局的发展变化 从地缘政治风险屏幕看 牵动的不仅仅是中美关系 中国和东盟关系 中缅关系中美关系中国和东盟关系 其实还牵涉到印度 俄罗斯以及越南 泰国对缅甸的战略布局和企图心 俄罗斯和缅甸军政府的关系 一直不以外人所重视 其实俄罗斯缅甸关系 而缅甸和美国的关系 也具有牵液化动全身的意义 第六 OpenAI的风波 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产业另外的兴趣 OpenAI的发明者和投资者 似乎比人工智能更缺乏理性 资本的力量其实很大程度 左右了新科技发展方向 微软是大赢家的结论 也说明人类在人工智能领域里的探索 美国至今还是个引领者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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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